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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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後主委 來喔 我首先想要問您的就是屏東縣政府 雖然我在醫院生病休養 但是我看到了這個問題 屏東縣政府它研議要把部落教保中心的教保員 還有文件站的照服員的簽訂第三方契約書 並且在教保員照服員的人事任用上的臨聘 考核都必須交由原民處辦理 雖然剛剛吳立華委員談到了非常多的細節的問題 以及修正辦法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部分 本席也在半年前就要求原民會要注意這些問題 但是屏東縣政府 還是做了錯誤的示範 主委你答覆之前 我必須要提醒您就是 部落教保中心還有文件站的人事任用 它是依照教育部還有原民會的法規 還有實施計畫 所以它並不是沒有法規也沒有計畫 它是有的 而且想得非常的清楚 它是由人民團體自行領選跟考核 並且要依照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 縱使它有任何不明確的地方 地方政府也必須要跟原民會還有相關單位討論呢 怎麼會自己要有一個所謂的第三方契約書 我明確的說 平東縣政府的第三方契約書是違法的 因為它干預了人民團體自行訂定人事規章 還有考核規定的權利 所以因為這樣我要問您四個問題 第一個請問一下 對於平東縣政府介入人民團體的人事任用 你怎麼看 第二個原民會你要怎麼樣保障部落的自主自治的權利 第三個未來要怎麼樣杜絕地方政府 干預原住民人民團體的人事任用的權利 第四個就是半年前我就把教文處 還有你的社福處請來我辦公室 我要求你們在所謂的規章辦法裡面要講得更清楚 我甚至還希望你們能夠跟學校一起合作 因為未來不管是教保員 不管是我們的文件站的造福員能夠提升 就按照我們教文處的輔導五個單位 學校來輔導我們所謂的實驗小學一樣的辦法 而不是每年給五個廠商每年招標 所以我已經提醒你們訓用合一跟學校合作是很好的方式 所以請主委您簡單回答這四個問題 謝謝 委員謝謝你對文件站跟教保中心的關心 關於平東縣政府的三方企業書 其實經過協調還有他們自己的評估之後 他們在十月數號已經正式發新聞稿 他們不採行三方企業書 所以是違法的嗎 根本就是不可以做的嗎 縱使你辦法裡面規定有非常多的遺漏的部分 你縣政府也不能夠 也不能夠這樣子啊 用所謂的第三方企業書啊 他應該要跟圓民會討論 要跟教育部討論呢 是不是 主委是嗎 所以他們使業書就已經正式發行文稿 他們不採行這個三方企業書 所以是違法對不對 好接著下來第二個 請問問來你要怎麼樣來杜絕這種模式 然後未來這個所謂的辦法要怎麼修訂 所以我們針對新年度的實施計畫 我們要更完備文件站的執行單位 跟地方政府的行政協助 還有圓民會的督導的責任 我們怎麼樣做明確的分工跟前者分工 這個部分我們會做檢討 所以主委今天的時間不夠 我再提醒您 我半年前就要求你的教文處 要求你的社福處 針對這個部分 一定要趕快來做 很顯然目前為止還沒有 所以我們新年度的部分 我們會按照委員很多建議來調整 好謝謝 麻煩會後到我辦公室這個細節部分 再跟您討論好不好 第二個我們看一下 您今年的預算大家都很高興 增加了非常多 那麼今年的預算呢 我們看了圓民會的預算 110年度90億2998萬2千 然後109年是83億 也就是你增加了6億8686萬 看一下現在1到7項 事實上1 2 5 6 7 都是以前我們有做過的 第四個第五個 可能大家比較陌生一點 也就是 原住民的文化知識體系 還有智慧治理計畫 這個部分能不能請一將主委 您再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錢怎麼來的 這個計畫怎麼定的 要做些什麼事 我知道這個 原住民知識體系的建構 跟我們的智慧治理的部分 也是委員長期關心的案子 我關心嗎 還是我要求的 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跟圓民會 我們大力的來要求 未來的各部會要支持 是不是 沒有沒有錯 好謝謝 所以我們明年就編了這個預算 對嘛 所以我就要問你 這兩個預算要怎麼做 因為分別是五年 詳細的部分 我想是不是我們 整個做法 我們請處長來跟你重點說明 好 謝謝主委 我們先請教文處的處長 跟委員報告 好 那我們教育文化知識體系 分成五年 五年重量成計畫 那明年已經編列七千七百 九十五萬六千塊 這個部分是額度外 另外再跟國發會這邊來爭取 那我們明年第一年呢 要著手 要先成立這個專案辦公室 那我們也特別 特別也把委員關心 就是說在這個專案辦公室 跟知識研究盤點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納入我們原住民族的專責人才 進來來一起來做盤點來做實踐 甚至未來的一些知識應用的平台 我們也會來重視族人的意見 好 未來它會有什麼影響 對於我們的教育文化包括語言 未來最重要的兩個影響 就是第一個我們會充實 我們在民族教育的一個知識的內涵 換句話說 它會具體的成為一個 我們的民族教育的這個 教材的模組 課程的模組 這個會配搭現有的一些 五個這個協作中心 來一起來在實驗教育也好 或者重點學校也好 我們都會一起來 將這個民族教育更能夠厚實 謝謝文斌處長 未來五年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請你一定要好好落實 好嗎 謝謝 繼續我們請中規處處長 原住民的智慧治理 你們要怎麼做 未來對於原住民族的社會大眾 以及原民會未來 在運用我們的知識體系 會有什麼影響 首先跟委員報告 這個原住民族智慧治理計畫 是從明年開始 時間一共是四年 四年的期間 那他主要是要利用盤整 17個部會的原住民族資料 去做資訊的一個串接 然後做數據的研修跟政策的研究 按照研究的成果來改改善 等於說整個原住民族的一個 資源放置 正確的資源放置 以及調整各中長城計畫 那整合中央跟地方的一個 一個政策跟資源預算等等 那另外就是明年度的績效 整個績效指標 就在一個是原住民大專生 休退協的政策研修 另外長照原住民長照的一個 涵蓋率分析 還有足以教師的分配 以及串接類政部 大陸投資系統跟那個保留的系統 讓政策可以更直接的一個落實 所以也就是說未來我們的智慧治理 如果建構好的話 只要攸關原住民的地理環境 所有的一切打開電腦 包括我們要監督政府 到底有沒有把預算做對的地方 都可以看得到對不對 他等於就是給政府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知識體系的建構是嗎 對他就是一個行政決策 知識系統的一個處理 所以這兩個計畫是 我再講一遍 是我 主委以後不要客氣的講 其他的委員當然也有幫忙 可是這兩個計畫 的確是我催生出來的 好不好謝謝 另外呢我必須要再看 再請這個主委看一下 原文會還有語發會 請兩位董事長也上談一下 我必須要講一下 你們兩位董事長 根本沒有好好看你們的預算書 你們寫的實在是亂七八糟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就點出幾個問題來 最近我們看到主流媒體 還有社群網路發生那麼多 對原住民的歧視事件 我們原文會 我們有電視台 有廣播電台 我要問的是你們做了什麼 在你們今天的業務報告 你們根本沒有講到這些問題 其實長久以來我們的 嚴明台做了非常多好的節目 但是經營那麼多年來 歧視案件越來越嚴重 那麼主導原住民主廣播電視政策方向的 原文會還有主管機關的 原文會你們到底做了什麼 我希望你們好好的檢討 要不然我們每一年給你們 在催生了這麼多我們自己的媒體 自己的廣播 為什麼社會大眾對原住民 還有那麼多的歧視的語言 不要忘記 原文會你們的成立跟教育文化有關係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語發 語發精進會 你們在教育推廣業務上面編列的1.2億 你們朗朗傻傻寫了非常的多 盤點原住民各類族語教材 推動族語多元化數位化的學習 研發原住民族幼兒教育 提升幼兒族語學習的效能 強化族語學習中心的效能 培育各類族語專門人才 輔導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 建立系統性的合作機制跟模式 你們在教育推廣業務 總共編列了1億2千萬 1億2千萬不少 請問一下語發會 你跟我們的原民會 跟我們的教育部有整合嗎 我還是沒有看到你們要怎麼做 未來辦理原住民語言能力的認證測驗 你們還是給政大 還是你們要收回來自己做 你們說你們要建構完善的認證制度 還要研發主語的認證 學習教材還有模擬事件 請問一下怎麼做 今天就要省你們的預算了 董事長 您剛剛在業務發表的時候 在業務上說的時候 還是沒有講清楚說明白啊 我們給你的那麼多錢 你的行政管理業務 編了3千566萬人 3千566萬人 不就是讓你做這第三第四個業務嗎 那要怎麼做 你今天沒有講清楚耶 今天就要審你預算耶 所以如果你還是講不清楚的話 我不曉得待會要怎麼審你預算 如果今天再講不清楚 我希望主委帶著這兩個 委員會的董事長到我辦公室來 你們自己原民會的業務 跟你們這兩個會 跟其他的單位都沒有整合 請問你們要做什麼事情啊 好不好 謝謝主委也希望你們兩位董事長加油啊 我們在前線幫你們打仗的立委 政策也定了 錢也給你們了 但是都沒有看到你們追緊腳步 然後該怎麼做 發揮你們自己的專業 我們完全聽不到 歧視語言歧視事件這麼多 我們的電視台在幹嘛 我們的廣播在幹嘛 我們雖然只有2%的人 我們能夠不能夠靠我們的電視台 跟我們的廣播 教育台灣的社會大眾嗎 去影響98%的這些 不是原住民的人嗎 請你們以後要最後報告 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才能夠讓這些 歧視性的語言消失在這塊土地上 主委加油啊 兩位董事長加油啊謝謝 好謝謝委員 請委員保重身體 我們會努力做